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年7月23日 在7月20号前两天 台湾爆出一个非常这个一个事故 这个事故呢 台湾的媒体说在高雄港一个港口外大约2.8海里的一艘货柜船 台湾叫货柜船 大陆叫做这个集装箱船 叫天使轮号 因不明原因进水而倾斜 最终船长宣布弃船 关键是啥 是船上的上千个集装箱全部落入海中 这个集装箱里头有没有啊 这个啥问题 前几天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也关注到了 但是并没有啊 很强的这个觉得有啥阴谋啊 有啥阴谋诡计啊 问题啊 但是今天我发现 居然发现这艘集装箱船是从大连港出发的啊 大连港出发 哎 我觉得这个事就不简单啊 虽然这个船台湾的媒体 现在都叫做叫帛琉啊 是台北洋一个帛琉 这帛琉跟中共啊 现在所谓的帛琉级的货船 他找这个什么集 那个集 这叫注册地而已啊 这个注册中共随便可以找人注册啊 去到哪里注册 关键现在就是上千个这种集装箱坠入海中 这对高雄港那绝对是一个巨大杀伤力啊 这个现在所有的媒体都爆出是来自大连港啊 你这个港外有这些集装箱货柜 这些货柜里头装的啥东西都不知道 是吧 说金银方为R3半江的 2003年建造的 就什么原因突然倾斜也不知道 说画面惊人啊 上千个集装箱漂流在海面上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危险 因为不知道这集装箱里是啥东西 中共啊 它的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啥都有可能 我们最早 很早以前啊 就是几个月前就得到一个情报 说他们会用集装箱 我在国宝级会员节目其实就做过 他们说会用集装箱船的集装箱 漂在海上做一些事情 但是当时啊 没说一定要对着台海来的 现在啊 到了台湾 高雄港啊 这非常可疑 我们今天啊 嘉宾是Neo先生啊 你觉得这是这个高雄港啊 这个港口的话 呃 如果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 对这个港口会不会有一些重要的影响 呃 录得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觉得这绝对对于高雄的整个对外的航道一定产生 呃 莫名的影响啊 就是说因为毕竟这个呃 在高雄港外啊 就是很著名的黑潮 那而且很重要呢 就是说在靠近巴士海峡这里呢 就是所有中呃 台湾海峡 甚至于说南海要通往太平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爱口 所以爱口就是说它基于地理上的位置啊 基于菲律宾跟台湾之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入的通道 那最重要就是说如何去阻挡整个从高雄港出来 这些所谓的不管是军方或者是说民间的这些船只啊 用集中箱用这些货柜来阻挡航道是一个非常 因为最重要就是因为 呃 你虽然不知道或或这个所谓集中箱 它里面装的是什么 可是藉由这些集中箱漂浮在海上 就可以成为一个不定时的漂浮的一个定时炸弹 任何人只要遇到 应该说任何船只遇到这样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就必须改到或者甚至于说 暂停它这一所出入港的作业 而这些就是其实都中共最惯常用的伎俩 就是借由这些所谓的民事 民间的这些小小地方的这些所谓的事故或灾变啊 来来拓展对它自己有利的情势啊 那我觉得这或许就是在针对这个台湾 周边所谓的一个所谓 呃 越是这个所谓的秩序大乱的 对中共的情势就大好 这个事实上我相信他们这后面即便没有任何阴谋 我相信就算是真的事故 他们现在在后面也是拍手叫好 那我相信他这本身来讲又在测试 高雄港务局本身在对于这些所谓的意外事故的应变措施 到底能派出多少一个警力军力 甚至于还有多少一个所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 呃 所谓的用心 他是否有多少心思放在这上面 都是中共目前在观察对象 也许就有这个一个意外事故了 我们要去测验一下这个台湾方面 对于这些所谓海事事故的一个反应跟措施 好 先换给路德 好 这里啊 这些集装箱 一定要小心 有没有污染 集装箱里面装的东西 有没有污染物 这是关键 千万小心啊 是吧 关键是污染物 记住啊 污染物 就是说什么炸弹 那应该不可能啊 核心是和核有关的污染物 因为日本八月份 要排核废水 啊 辅导核废水 据我们的情报先报了解 中共 正在准备啊 就已经开始在实施 用集装箱 装核废泻物 啊 通过运作一种事故 我在国保纪会员节目 几个月前就已经说了 一 是运作事故以后 然后 把这个栽赃给 日本核废水 啊 什么泄放 泄楼 所以这里头的集装箱 漂流啊 它有些都是有定位的 有些啊 有些是可以根据洋流 可以漂流定位的 啊 绝对不简单啊 不简单 大家一定要 继续关注 这个 重要的事情 中共 啥都干得出来 我感觉 啥都干得出来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的 做不到的 啊 啊 你有些人听到这 你啥感觉 啊 我觉得这个就跟上次那个中共不断去抗议那个 日本即将从他原本是从四月要排放了一直延延到八月 呃 七月下旬然后到八月才来排放 我相信这个也是他本身已经买好的一步棋啊 就像这个变成就是说我们路德社所一直不断的去呼吁 或者是说警告的事项啊 现在一个一整个事件这样连串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验证 就是说事实上我相信就像路德社所说的 这绝对是中共有阴谋 阴谋轨迹的一部分啊 就像他如果说真的要赖给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核废水的 这个什么污染啊也不无可能呢 因为本身来讲这个 呃这个海流的这个流津的这个路线啊 事实上的确都是在这个整个广泛的西太平洋海域里面呢 那我只是觉得说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缜密的筹划啊 才能把这事情准确赖到日本的头上 而不会有东窗市发又另外冒出其他的事端来 我觉得这需要很很缜密的一个计算啊 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有益的事故啊 绝对不会像一般台湾的媒体在那边说 这只是单纯的一个意外 那我相信这后面呢 还需要我们用时间去观察 他到底要想要去产生什么样的质变呢 还有待观察 好先还给路德 好 这是这个啊 这是台湾的台湾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刚刚啊 就是我们再来说一个说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共的在台湾 现在啊 你看这个昨天侯友仪啊 我们这里有一张 有一张图片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图片就是 侯友仪啊 发布的一个照片出来了 一个海报 一个海报啊 我不知道你见过这个海报没有 这个 宁友先生 说什么旗开得胜 你看这个海报 祝贺何友谊 总统红月城 旗开得胜啊 关键 什么写的 中国国民党 驻美国总支部 美东支部 美西支部 什么美中支部 美南支部 博士顿分部 纽约分部 美东分部 然后什么纽约黄 这分部一看嘛 跟丫头那组织 他妈太像了 跟中共嘛 完全是一个概念啊 是不是 这不就是 列宁式组织的 天哪 跟妈传销组织 没啥区别 啊 什么 旗开啊 总统大选 在即 旗开得胜 啊 这个 嗯 就是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一点啊 你在美国共和党 他也不会这样 什么支部分部 就跟妈的什么 风头剁主一样 妈很邪恶的 看到这 又有种 天然的一种反感 啊 你知道吧 就 说白了 就是这个 还写个这海报 什么什么什么 就跟妈的统战组织 没啥区别 知道吧 每一次 中共的和平统一促进会 也有啥的就是 热烈祝贺 然后底下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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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福建 什么什么商会 这个什么商会 那个什么商会 这个什么分部 那个分部 很吓人啊 我看到这以后 我就知道 国民党是彻底 啊 就中共的 绝对的中共的 烂涛了的 就侯有已经明说了 就是要 啊 不仅仅是 这个国泰民好有意义啊 柯文哲明说了 就是要一国 是吧 明确就是说了 一国 你怎么看这个事啊 牛先生 呃这个 我倒还没有看到这个海报 不过其实我看到 那个下面那个分部 我因为以前 我也曾经在美国待过 这些所谓的分部支部 事实上有可能就只 只是小猫两三只 可是问题 他因为地方的关系 因为华人本身在 在美国就是属于一个 少数族群吗 我我我只是举例哦 有可能在LA这里 可能就十几十来个人 然后就成立一个 所谓的LA分部 那这个LA分部 可能拓展一下 跟那个什么 San Francisco 两个人可能就凑合起来 就变美西分部 那这样其实 事实上他他其实最重要 他只是在表达 就是说哎呀 他可能在在华人 在这个这个美国 这个地方呢 很具影响力 可是事实上 真的重要 就是那个带头的几个人 那事实上 我真的看到这个 我只是觉得说 即便他这展现出来 都是一些 所谓的外国 你这时候我们可以说 他是不是也是外国势力 来支持这个 所谓的国民党政府 对不对 哇国民党政权 不能说政府 那如果说这是一个 外国势力支持 国民党政权的话 那是不是也是 如果说以中共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他这个国家 只有一党独大的话 他事实上 也容不下国民党 那国民党 是不是也是一个叛乱组织呢 所以说事实上 我真的觉得 这种所谓列宁市组织 他这种所谓 中国人浩大喜功 爱面子的这种 所谓的旧思维 跟这种所谓的 由上而下这种 一直在讨拍 甚至于说 喜欢表公的这些心态 在这些国民党的身上 真的是 摆脱不掉的 这种所谓的肉席 那事实上 我觉得他这个 最重要的事实上 他标出来这些东西 就是在插旗用的 就是说各个地方分布 我这次我有支持你 可能我可能捐助 可能比如说 一万美金或多少 那请你把我的分布 给名字给写一下 那这样以后 只要是这个侯友宜 他一旦选上以后 他就可以来邀功 那甚至可以 因为这样的分派到一些 比如说 那个什么利益或回扣 或甚至就是说 可能在这地方 拓展更多的一个经费 然后来发展他的组织 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说 其实这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所谓的 那个什么 头拍跟那个 招标欣赏大会 那事实上 这只是在表彰 就是说 我们至少 我们这些分布 我都已经做到 来支持你的效果 那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在支持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 我整个只是觉得 这种共产党跟国民党 这种如出一尺的招式 真的是 怎么看都是 双胞胎啊 真的兄弟两哥两好 总是会走在一起 所以台湾 我只是很担忧 就是台湾在这样的 所谓的一个 这种所谓呼隆的一个政党 已经呼隆五六十年了 甚至于到现在 还有很多百姓都看不懂 看不清楚 甚至还很 很这种不清楚的去支持 然后甚至只是认为 就是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或中国人统一 中国人都是一件 比美国人统一还要好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 事实上是蛮优心的 好 先换一个路德 还有昨天 说什么台湾的 国民党党代会 签署 联署两岸统一 呼吁统一中国 一国一制 说有个叫 刘旭明的党代表 等94人联署提案 要求 明确国民党 两岸政策中的政治立场 凸显民主党的 国民党的民主价值 说要求 谋求民主自由 治理下的统一中国 两岸共谋 适合中国人的宪政体制 追求国家 一国一制的 民主制度的提案 这里是啥 他一直说 他国民党去统一 大陆 意思是这意思 用这个来搅浑水 来代替 就是搅浑水 搅的就是 国民党的一国一制 实际上 是为了统一大陆 你统一得了吗 是不是 基本逻辑在这里 蒋介石时代都不可能 还在玩 你记住 所有玩大一统的 那都是 都是 就是和平统一 所谓的 不管谁统一谁 反正 就是你台湾老百姓 就是 安排上的重 是吧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赤裸裸的喊 变种的所谓的 一国统一 两岸统一 你怎么看 这事情 其实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新鲜 因为远从二三十年前 我那时候 打从二三十岁的时候 征召入伍 然后甚至于退伍到社会上 甚至遇到很多那种 我加入 我甚至就是说 我在去所谓的 我们台湾称之为立法院 也就是说国民议会 这个地方服务的时候 我甚至于就是 可以很深刻感受到 国民党这些 因为我其实有好几个老板 他们都是国民党 不管是支派或分派出来的 可是我真的很清楚感受到 他们就是 还是在圆那种 想要一统中国的那种梦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的地方太小 不够他们施展空间 那这种东西就是 够忽有国民党那些人 为什么 因为就像路德所说的 分发大太子二太子 甚至于给你 编织一个 这所谓的中国大业的美梦 甚至于你去 你就直接做甘肃省的省长 你去就做福建城的主席 诸如此类的 所以说事实上 很多很多真的 不管是现在是国民党籍的 或现在 现在在其他的 只要是 你说柯文哲这些 都是一个样 都是因为 已经被画了很多大饼了 然后也投资下去了 本身来讲 他们应该有 斩不断的 那种所谓 很绵密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说你说 他不得不讲中共好话 因为本身来讲 他们也投注了很多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或许 他们本身 有没有小把柄 被中共抓住 我们这都不晓得 可是问题是 就是因为他们跟中共在一起 才会获取到更多利益 而就像路德所说的 现在包括连这些 所谓的国防部 以前所国民党 所深深控制的情报 甚至于说 更深层次了很多 军情 甚至于说 我不知道 主帆不及被宰了 最重要就是说 这些只要认为 只要国民党活着 他们的确会有好处的 的确就会一直朝这方向去迈进 为什么 因为就像 我们最近路德社 从这种真的是讲烂的 这两三年来一直在讲说 现在的战争 我们从乌克兰的这种所谓的局势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都走向军事战争 走向单兵化 单班化 如果说真的照美国那一套 真的战争的打法的话 怎么国防部 所有的军事将领 所有的上校企业 这些军官都要失业了 所以国民党他们 这些以前国民党党籍的道线 你看现在是2023年 距离他们再升到 这个所谓的具有高阶的 这些上校将军之前 二三十年 他二三十年前 他们才刚刚很年轻气盛的时候 而那时候正是国民党持政的时候 所以说事实上 他们吸国民党的奶水长大的 不可能一下就把这些 所谓奶水给抛掉 更何况他们是依旬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组织体系长大的时候 他们就更加的依托这样的一个所谓奶水 而这时候他们奶水事实上背后就是中共 所以说他们这个是一个体系下来的 你叫他一下子整个反党 不要说反国了 中华民国是不是还存在都已经是个疑问了 他们现在只要不反党 甚至于不要反组织 就已经是非常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而最重要就是组织跟党还会给予他们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利益跟未来的蓝图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 而这本身列宁式组织 就是一个这样不断画大饼给人家 然后问题这些大饼以后能不能实现 那再说 可问题这些大饼就深深的让这些 特别台湾的亲共人士不断地朝那方向去迈进 而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好 翻给路德 好 这个你看啊 他这里说什么一国统一 说提出三点啊 主张 说只要认同一个中国 他对统一的立场啊 这刘旭明啊 立场有三点 一 在中共愿意改变目前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 你看 一党领导 他不讲一党专制 专制可以啊 不是一党领导可以 那现在中共也有什么政治协商会议啊 也有什么民盟民建 九三学舍 你看 这些词语 这就是你要 所有能看懂这个词 一党领导 现在中共是一党专制 一党专制和一党领导 本质区别 是吧 什么政治制度下 两岸 共谋 适合中国人的宪政体制 追求国家 一国一制的民主制度 所以这些人都不说自由 那就是邪恶 我告诉你 民主没有自由的情况 他这个民主 就是专制 我告诉大家 没有自由的民主 就是专制 你说中共 他照样也 也 也有什么党员 党员 什么九千万党员里面 一样也是 有投票的 他是叫专制体制 和之前的家天下不一样 现在叫党天下 但党的里头 他照样 也得商量着来 有那么一点点 核心什么叫专制 专制就是不给你自由 这是关键 从来不提这个 第二 要统一的话 两岸也要共谋文字的统一 为实现中华文化文字之美 学习 学校教育共识 正是共文英 采取正体中文为主 三 两岸应该遵守历史的事 你看这种 这种都是打着所谓的 实际上就是邪恶 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是吧 在美国 各个州 有的州 英文是美国的 有的说西班牙文 有的法语 是吧 官方文件 有的是西班牙 都有那个 大一统 大一统 这就是中央集权的 低层逻辑 这都是邪恶 记住啊 这就是本质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本质啊 好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尼佑先生 谢谢主要观众观看 别忘了 添加路德社会员 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